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九百四十四回 萧炎 收好了手里的玉瓶 偏头对一旁的青林笑道 青林 退去衣衫 进入池中吧 你若是能够把这些能量都吸收了 应该能够彻底的把你的等级稳定在斗尊了 听了萧炎的话 青林先是一愣 旋即脸颊浮现出一抹飞红 我明白 瞧得他这样 萧炎笑了笑 转过身去 因为要随时加各种药粉 所以我不能离开 嗯 青林红着脸 低弱文明般的恩了一声 然后迅速的退去衣衫 扑通一声 就青林的跃进了小池子里 听着入水声音响起 萧炎这才转过头来 目光看着池中 只见了呀 青林 只露出个小脑袋在水外面 长发被水打湿 沾染在脸上 反而平添了一分动人的小妩媚 萧炎柔声说道 进入修炼的状态 吸收池水中的药力吧 嗯 听着萧炎轻柔的声音 青林心中 羞涩和紧张 方才逐渐的减弱 他稳定下心神 双眸威力 缓缓的进入了修炼的状态 见到青林 顺利的进入修炼的状态 萧炎也是微微一笑 他刚要起身啊 目光却突然顿在了青林 那露出水面的光洁的背面 在那池水雾气的升腾间 他背后隐隐浮现了一种 神秘的 纹身 那纹身细细看去 似乎像一条 盘踞的巨蟒 不过 这巨蟒 好像有九个舌头 在萧炎恶然的注视着 那神秘纹身时 那九头舌中的一个脑袋 紧闭的眼瞳突然睁开了 顿时 一股凶利之气 毫无预兆的 自萧炎心头抱涌而出 令得萧炎的眼睛 都瞬间血红了起来 暴力浮现的瞬间 萧炎便有所警戒 他深情急忙暴退 眼光也赶紧从那纹身上躲了开去 目光转移而开 萧炎的眼睛逐渐恢复正常 轻轻地咽了一口唾沫 心头满是惊骇 青林的身上 怎么会有如此凶悍之物呢 伴随着心中那股暴力 逐渐地消失 萧炎这才松了吼气 迟疑了一下 目光再度小心翼翼地 转到青林的背后 只不过这一次 他却变得小心了许多 紧闭心神 紫褐色的火焰也徐徐 自体内泥满而出 池水之中淡淡的热雾 升腾下 青林光洁的后背上 那神秘的纹身 也变得若隐若现 那九头蛇的蛇童 再度紧闭 因此先前那种变故 却并未再次出现 萧炎眉头微皱 他紧紧地注视着 那神秘的纹身 纹身应该是挺大的 因为那露出水面的部分 仅仅是九头蛇的 一部分身躯 显然在下面 还有着他盘踞的身体 萧炎注视着 这颇为神秘的九头蛇 心里却有些茫然 他并未听说过 如今的大陆 有着这种类型的魔兽啊 而且 看这种魔兽 所弥漫而出的凶利气息 连他毫无防备下 都没有抵御之力 显然那不是寻常的魔兽 这个东西 究竟是什么呀 萧炎紧皱着眉头 扮上后 却依然是一头雾水 这等奇异的形状 就算是九幽地鸣芒 也不是长这个样吧 思索许久无果 萧炎只能摇了摇头 把疑惑压在心底 等到时候清零苏醒了 问他应该就能知道详细的情况了 心中掠过这道念头 萧炎也是停止了无谓的思索 看了一眼池水中的颜色 再度从那界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玉瓶 从中 造出了些许 淡红色的液体 想要彻底的把地蟒视心毒 从清零的体内去除 有着一个颇为繁琐的过程 这也好在 如今的萧炎算是一名真正的炼丹宗师 不然的话 换作他人 恐怕还真没有能力 为清零解毒 不过虽说萧炎清楚要彻底解决 地蟒视心毒颇为的麻烦和耗时 但是也未曾料到 这一耗 便是将近四天哪 这四天之中 萧炎一直待在山洞中 未曾离开 往那池子里投入各种的药材 也是达到了将近两百多种 恐怖的精纯能量 弥漫在池子中 最后甚至连雾气 蒸腾都变得有些粘稠起来 但虽说时间和药材 在被大量的消耗 可是清零的脸色 却在那热气腾腾的能量雾气下 越发精神 原本眉宇间残存的细微黑气 也逐渐的消散 这一切都显示着 他体内的地蟒式心毒 正在迅速的被化解 在照料着清零驱毒的这几天里 萧炎也是对他背后的神秘的纹身上了心 而经过几天的观察 他发现 似乎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灌注进清零身体 那么神秘的九头蛇纹身 变得越发清晰 甚至 那九个脑袋上的蛇童 都微微地睁开了一次 就是这一小子的蛇童睁开 有时候萧炎在不经意间 都会感觉到 心头被染上了一丝暴力 不过好在 萧炎的心神坚定 方才未受那诡异的九头蛇的影响 经历了这般变化 萧炎对着神秘纹身 越发好奇起来 这个东西应该属于远古之物 不过 现在这窦袭大陆 或许没有了这种魔兽的存在 不然的话 萧炎不至于连听都未曾听说过 但是好奇归好奇啊 萧炎也明白 最重要的 还是先将青林体内的毒素解决 因此也静下心来 继续等待 而这种枯燥的照料等待 在继续持续了将近三天之后 那池子眼眸紧闭七天的青林 终于有了动静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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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水之中 淡红色的池水不断地冒着水泡 热气腾腾天 隐隐间能看到池中一道曼妙的曲线 身影 将近十年 这当初的小女孩啊已经出落的水灵动人 萧炎 盘 盘坐于池子一旁的石座上 微闭的眼眸 徐徐地睁开 他感应到池中的能量 在此刻出现了细微的异动 好 要完成了吧 轻轻地自语了一声 萧炎突然听到啊 池中传出一阵哗啦啦的水声 当下就是一愣 他刚要起身 整座山洞 都在此刻剧烈地颤抖起来 啊 怎么回事 萧炎的面色微变 他急忙起身 旋即目光顿在那烟雾弥漫的池中 动静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萧炎双眼微眯 他紧紧盯着池里 隐隐间呢 似乎有着一个庞大的轮廓 在烟雾中若隐若现 察觉到这种诡异的变化 萧炎眉头微微一皱 体内斗气迅速地运转而起 就在萧炎体内斗气运转的一瞬间 那弥漫着的能量烟雾 突然一阵蠕动 旋即一只脑袋大小的 诡异的眼瞳 凭空浮现 在那充斥着碧绿之色的眼瞳中 三个小脸 迅速地放大 最后化为三朵妖异的碧绿花朵 围着瞳孔 飞速地旋转 碧射三花瞳 见到这妖瞳出现 萧炎心头顿时一紧 他几乎条件反射般的身形陡然暴退 萧炎的身形刚退 只见到那妖瞳啊 就怦然暴力 一道庞大的身影 从池水中暴掠出来 闪电般的对着萧炎就扑过来了 望着他扑过来的巨大身影 萧炎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那是一只 拥有着九个猙獰头的巨蛇 巨蛇通体成暗红之色 宛如鲜血沉淀了无数年所致 一眼望去啊 一股难以形容的冲天煞气便弥漫而开 巨蛇摇晃着九个猙獰的蛇头 蛇头那十八只妖童居然在此刻全变成了血红之色 而且最奇异的 还是这些血红眼瞳之内 竟然和清灵施展的碧蛇三花同时一般无二 紧紧的望着呢 对着自己抱冲来的九头蛇 萧炎眼望急速闪烁 片刻在后者即将扑到自己身体上的时候 猛然一声利鹤 清灵 萧炎这道利鹤被斗气携带 如同惊雷一般在山洞中炸响而起 令得山洞都狠狠地颤抖了几下 在这道鹤声之下 这九头蛇庞大的身体一顿 血红的眼睛中猛地浮现一抹挣扎 片刻之后 血红竟然迅速带去 碧绿之色徐徐恢复 伴随着碧绿色的浮现 九头蛇庞大的身体突然爆发出 一阵的强盲 他的身躯迅速地缩小 玄机化作一道娇小身躯 狠狠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见到清灵掉落而下 萧炎的身形一闪 一把把他揽住了 清灵的小蛮腰柔弱无骨 令得心头都荡漾了一下 萧炎连忙稳定心神 望着怀中正悠悠苏醒过来的清灵问 你没事吧 徐徐睁开双眼的清灵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萧炎 先是一愣 他柔软的身体 柔软的触感 让他脸旁扑腾一下就滚烫起来 他连忙挣脱萧炎的手臂 一闪就躲于石柱的后边 听着石柱后 传来的穿衣的稀细缩缩的声响 萧炎不由得摸了摸鼻子 略微有点尴尬 把衣服穿好之后 清灵这才红着小脸从石柱后边走出来 望着他连耳唇都火红的模样 萧炎干咳了一声 连忙挣脱萨 嗯 刚才是怎么回事 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文言清灵一愣 萧炎搅在一起 乐乐的说 那是 那是远古天蛇的 天蛇的灵魂 远古天蛇 萧炎愣了愣 远古天蛇的名头 他倒是听说过 据说 这是远古蛇类魔兽的先祖之一 拥有着毁灭天地之能 说起来啊 也能够算是 跟远古天皇一个等级的魔兽了 不过 这个远古天蛇的数量啊 比远古天皇还要少 因此早在远古的时候就灭绝了呀 更何况如今呢 不对啊 我记得 古籍上说 远古天蛇 也没有九个脑袋呀 这是 这是变异的远古天蛇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当初来到中州 误入一处远古山脉 然后遇到一个远古天蛇的海骨 我就好奇的 用碧蛇三花铜 看了他一眼 哪料到竟从海骨里召唤出一道灵魂体 清灵苦着小脸 这个东西很难驯服 即便我使用碧蛇三花铜 他也不听我的 有时候还会出来捣乱 不过还好 伴随着我实力更强 这个东西抗拒的也越来越弱 显不以后 就能轻易的控制它了 消炎一脸的恶然 控制一头变异的远古天蛇 这个东西 可是能够和远古天皇媲美的存在啊 日后要是成长起来 即便是斗圣强者都能一战啊 你不是说 你的碧蛇三花铜 不能控制这些拥有远古血脉的蛇形魔兽吗 如果这天蛇拥有身体的话 我的确不能控制它 可这个家伙只是个灵魂 而且也不是我要主动控制它的 是它自己赖在我这儿 在远古 蛇类真正拥有王系血脉的顶尖魔兽 就有两种 一个是远古天蛇 另一个就是吞天蟒 现在这些九幽地凝蟒 只能算他们的后裔 吞天蟒 听得这个名字 消炎眉头顿时一条 他似乎记得彩林进化之后 就是七彩吞天蟒吧 消炎摇了摇头 看了清零一眼 你体内的毒都解决了吗 嗯 现在实力达到一星斗尊了 若是施展碧蛇三花童 应该能够控制实力在四星斗尊的蛇形魔兽了 听着这话 消炎不由的 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个丫头的碧蛇三花童 的确恐怖 不说能控制蛇形魔兽这一点吧 光是那远古天蛇的灵魂 日后若是顺利控制 那也绝对将是无比强悍的战斗力 既然毒都化解了 那就走吧 消炎挥了挥手 转身对着山洞之外走去 清零的问题都既然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为耀老炼至身躯了 宽敞的大厅中 耀老坐在守卫上 他双眼微闭 浩瀚的灵魂力量 荡漾在周身 令得周遭的空间 看上去都出现了细微的扭曲 如今的耀老 虽说灵魂力量并未强盛多少 但那荡漾的灵魂力量 却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比起以往的灵魂力量啊 宽如要更加具备活力 老师 本源魂器 你不回来了吗 接到消息的消炎 匆匆的走进大厅 一眼就看到了 守卫之上的耀老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 如今耀老灵魂力量的变化 当下他惊喜的问道 耀老 缓缓地睁开双眼 望着快步而来的消炎 微笑地点了点头 金品魂英国 药效出乎意料啊 本源魂器 又恢复到了巅峰啊 哦 那炼制躯体的事 应该也是能够现在开始的吧 炼制躯体 还需要数种材料啊 放心 这些年里 这些材料 弟子早已收集集权 消炎笑了笑 屈指一弹 一个玉瓶就出现在手里 玉瓶里 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 正滴溜溜地旋转着 一股浓郁的无以附加的丹香之味 从中弥漫 令了人 胃之一阵 那紧随而来的 风尊者望着这枚丹药 眼中顿时浮现一抹惊愕 这是 八品丹药 是啊 而且是经历了五色丹雷的 八品丹药啊 药老点了点头 一口就倒破了这枚丹药 所经历的丹雷色彩 玄疾欣慰地看着消炎 小家伙 这些年 你的炼药术也没有落下啊 风尊者抚须大笑 哈哈哈哈 老家伙呀 你就放心吧 消炎 现在可也是丹药的冠军 不比你当年年轻时 弱上半分啊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地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破桑琼 欢迎参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破 一起体味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